大家好,欢迎收看大问题节目 我是主持人机器人夏先生一号 本期要探讨的大问题是 我们是活在虚拟世界中的NPC吗? 听了这个选题,你可能会觉得 哎呀,又是老掉牙的选题的 什么刚中之脑,什么黑客帝国 什么时空玩家 这些话题早就不新鲜了 都是些被搅烂的科幻文学桥段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不是科幻文学 不讲这种文科生式的科幻故事 我们今天就用一种理科生的方式 来算一算我们活在虚拟世界中的概率是多少 牛津大学的哲学家尼克·伯斯托罗姆·Nick·Bastrom 写了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通过严密的数学推导 计算出了我们每一个人 活在计算机模拟的世界中的概率 这个计算结果是一个无穷趋近于1的数 也就是99.99999好多个9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几乎可以肯定的断定 自己就是活在虚拟世界中的NPC 而这句Bastrom给出了数学公式 可能你现在还看不懂 但不要怕,这也就是小学四年级的数学 所以请各位朋友保持耐心看完这期节目 我下面会跟大家详细讲解这个数学公式 保证翻译成能够听得懂的人话 本期节目听到最后 必定会给你带来心灵的震撼 我们大家知道 Elon Musk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过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是真实的概率不到几十亿分之一 他给的理由 其实也就是Bastrom的论证 Bastrom的论证逻辑非常严密 非常雄变 众多学者表示Bastrom的论证是无懈可击的 好,我们就先从人话说起 Bastrom的这个论证 如果用一句话简单概述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在理论上是可以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话 那我们几乎肯定就是生活在计算机模拟的世界中的 当然这个简单概述说起来轻巧 我们之前说了 Bastrom的论证最雄变的地方在于 它是以数学论证的方式 算出了我们是NPC的概率 那么就像做数学证明题一样 在论证之前我们需要对一些公理和定义达成共识 学过数学的朋友都知道 定义明确才能做数学推导 那么我们需要达成什么样的共识呢 就是说这个计算机是能够模拟出来 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这种规格 这种复杂度的虚拟世界的 对吧 我们是经常开玩笑说 我们这个现实世界 其实是一款电脑游戏了 名叫地球online 开幅历史长达45亿年 你们的场景都是渲染出来的虚拟现实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款游戏里面的NPC 那现在就问 咱不把这个当玩笑 开发出这么一款复杂度的地球online游戏 理论上能不能做出来 注意哦 Bastrom在这里寻求的共识 它不是一个强共识 而这是一个非常弱的共识 它只要求理论上这种复杂度的虚拟世界游戏 能做出来就行 而不管它在技术上实现起来有多么的难 对吧 它当然很难 它需要有无比大的算力 需要发展出超级计算机 按照我们现有的科技发展水平 可能需要人类科技再发展100年 1000年 甚至1万年才能实现 但这都不是问题 只要我们认为理论上它是能实现的 我们就已经达成共识了 那有人就说了 你说我们这个复杂程度的世界 是可以被模拟出来的 你说模拟什么房屋 什么山川树木 把这些环境场景渲染的特别逼真 这个我信 这个只要算力足够大 是能实现的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是模拟不出来的呀 那就是人的意识 对吧 我们上过中学的时候都学过 物质决定意识 物质是低性的 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是人脑的技能 是物质世界的主观印象 而在虚拟世界中呢 没有人的大脑啊 只有看起来像大脑的虚拟现实啊 那没有人脑这种物质机制 谈什么人有意识呢 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人啊 都是没有自我意识的NPC啊 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呢 那别人有没有自我意识 我不敢说啊 但是我自己肯定是有自我意识的呀 我自己肯定不是NPC啊 所以就算计算机的算力再强大 他也模拟不了人的意识 那Bastrom会说 人的意识啊 理论上也是可以被模拟出来的 Bastrom这里采取了一种 当代的心灵哲学界的 比较主流的 对意识问题的一种解释立场啊 那就是功能主义 就是说啊 这个意识啊 它并不是什么 悬而又悬而神秘莫测的东西 意识是一种功能状态 而这种功能啊 并不一定非得由 人脑这种碳级的老瓜子 这种材质才能实现的呀 要实现同样的功能 底层采取什么样的材质啊 是可以替换的 是有多重选择的 这就是所谓的机制中立行 这就好比说呢 要实现准确的显示 时间这么一个功能啊 小张的手表是机械表 小李的手表是电子表 他们都准确的知道的 北京时间是多少 所以呢 虽然计算机这种 规机材质的东西 不同于人脑这种 碳级材质的东西 但只要计算机的算力 强大到一定程度 然后通过适当的算法 完全可以模拟出 和人脑一样的意识 就比如说呢 人的大脑里面 有好多好多神经元 这些不同的神经元之间 互相连接 形成了一种神经网络 然后呢 这个神经网络 就会产生意识 那计算机完全可以 模拟这种神经网络啊 当然啊 人脑的神经网络非常复杂 人大脑里面的神经元的数量啊 将近有一千个亿 而现在计算机 大概每秒能进行 一亿次到一万亿次运算啊 而如果需要准确的模拟出 人脑的每个神经元之间的 数图和轴图之间的连接啊 大概需要的算力是 每秒能进行 10的14次方 到10的17次方运算 那现在的计算机的算力水平啊 离这个还差的远了去呢 但是别忘了啊 我们只需要理论上 能够达到这个算力就够了 对吧 我们现在不是有这个 摩尔定律吗 你甭管它是多少个月 算力犯多少倍啊 总之理论上 无论是一百年以后 还是一千年以后 一万年以后 人类是能够造出这种算力 巨大的超级计算机的 那时候计算机模拟出来的NPC啊 就是可以具有自我意识的 好 既然在理论上 我们是可以模拟出 具有自我意识的NPC的 那其他的什么环境的渲染啊 对桌衣板凳的模拟啊 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嘛 当然啊 也有学者批评啊 说其实模拟环境 比模拟人脑更难哦 尤其是牵涉到 对微观环境的模拟啊 比如说 模拟电子的运动啊 其实要耗费更大的算力 要达到每秒 10的40次方次的运算啊 但是呢 这类Bastrom的论证而言啊 都不是问题 我们只需要达成共识的一点 就是一切都只是算力的问题 只要算力足够大 我们在理论上 就是可以模拟出 像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这种复杂度的世界的 Bastrom把这种发展到了 具有模拟人类世界的 算力水平的人类文明 叫做后人类文明 理论上啊 人类文明是可以发展到 后人类文明的 而甭管它需要多长时间 好 我们现在已经达成共识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正式进入数学论证环节 这个数学论证呢 其实啊 就是说算一个概率 就是算我们每个特定的人 也就是我 其实呢 是活在一个被计算机 模拟出来的世界中的 NPC的概率有的了 其实就是算 我是NPC的概率有的了 这个概率呢 可以通过一个分数 F-SIM来表示 这个F-SIM的意思啊 就是所有有自我意识的观察者中 活在虚拟世界的NPC的占比 而且说起来很拗口啊 其实意思很简单啊 就是我要么就是一个 活在真实世界中的真人 要么呢 我就是一个被模拟出来的NPC 那么这个分数啊 就是看NPC人口数 占NPC人口数 加上真实人口数的比重 对不对 因此 我是NPC的概率 就等于NPC人口数 除以NPC人口数 加真实人口数 对不对 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啊 这个所谓的真实人口数啊 那不单单是正在活着的人口数啊 也包括那些活过的人口数啊 用我们这个世界来举例子来说啊 就是不单单是算地球先有的 这70多亿人口啊 也要把那些已经死了的人都算进来 大概1000亿左右吧 那么同理呢 这个所谓的NPC人口数啊 那不单单是在线的NPC人数啊 而且也要把那些已经下线了的 只要是被模拟出来过的 具有自我意识的NPC人数 都算进来 好 回到这个算式啊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算式进一步细化 分子NPC人口数 等于FP乘以N杠乘以H杠 那么分母就变成了 FP乘以N杠乘以H杠 再加上H杠 其实这意思还是很简单啊 NPC人口等于FP乘以N杠乘以H杠 也就是说啊 NPC人口等于 人类文明存活到后人类文明的概率 乘以这个后人类文明啊 开发出来的虚拟世界的数量 再乘以每个虚拟世界里面的人口数 这不就等于NPC的总人口数了吗 对吧 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啊 但严谨起见呢 我们对这些个符号的定义啊 还是一个一个详细说一下啊 先说这个FP啊 这个FP就是指 所有人类文明中存活到后人类文明阶段的文明占比 在这里呢 我们暂时理解为 人类文明存活到后人类文明的概率 对吧 这个数学嘛 咱要严谨嘛 要把各种逻辑上的可能性都算进来 有可能啊 人类的科技水平啊 根本就发展不出来 能够模拟虚拟文明的水平啊 那在此之前呢 人类文明就弃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需要假定啊 人类文明能发展到后人类文明阶段 是有一定概率的 这个概率就是FP 那这个N杠呢 就是指 当人类文明进入到后人类文明阶段之后 这个后人类文明啊 会模拟出多少款虚拟世界的游戏呢 那这个N杠呢 就表示 一个后人类文明 平均会开发出多少款虚拟世界的游戏 哎 为什么要平均呢 因为啊 不只有一个后人类文明同时存在 这里呢 就需要考虑到一个层级嵌讨结构了 就是一个后人类文明 用计算机模拟出了虚拟的人类文明 当这个虚拟的人类文明 也发展到了后人类文明阶段以后 他也会用他的虚拟计算机 开发出他的那个世界里面的地球online游戏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游戏里面的文明 也会继续开发他的虚拟世界游戏 对不对 然后层层嵌讨下去 当然啊 可能要避免一种情况啊 就是后人类文明模拟出来的虚拟文明啊 他不得一出生就是个后人类文明啊 否则的话呢 这个被模拟出来的后人类文明 会在他的那一层世界里面 立即就模拟出新的后人类文明 然后层层嵌讨下去 那哪怕这个最上面一层的 后人类文明的算力再大 这个服务器立即就崩溃掉了 对不对 当然啊 这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大问题的 这个服务器当机了 就当机了呗 这个后人类文明世界里面啊 有N多台服务器 就好比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的游戏公司 有N多家嘛 你这家公司的游戏架构没设计好 导致服务器崩溃了 那别家公司还能做 其他设计好的虚拟世界的游戏吗 总之呢 就是这个模拟世界的游戏行业啊 演化筛选下来了 这样的行业规则 就是这个层层嵌套的结构啊 需要有一个在时间上的 动态发展的过程 就不要立即模拟出一个后人类文明嘛 你得给他一点发展的时间 等他发展到后人类文明阶段 开发自己的虚拟世界了 那这个时候啊 你这个上层的世界的算力 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了嘛 那这时候你的服务器就能扛得住了嘛 这个嵌套结构是个排队处理的过程 总之一句话 后人类文明更倾向于模拟 他们的祖先的世界啊 也就是模拟 尚未达到后人类文明的人类世界 一呢 是保障服务器不当机 二呢 也是人类喜欢考古的这么一个偏好吧 对吧 后人类会好奇 那个时候的人类居然不能玩 模拟世界的游戏 那他们日常生活都在干嘛呢 对吧 有种穿越时空考杀历史的偏好在里边 好 我们再来说这个H杠 这个H杠是指呢 一个文明在进入后人类文明前的 平均人口数量 也表示 至少在我们这层世界的视角下的 非NPC人口数 因为再往后发展 就会拗出NPC呢嘛 所以呢 这个分母上原来加的这个真人的人口数啊 也可以用H杠来表示嘛 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吧 那这个分子上要算的NPC的人口啊 为什么也要乘以这个H杠呢 你想啦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FP乘以N杠了 也就是 已知有这么这么多款虚拟世界的游戏了 那么这个H杠表示的就是 平均每款虚拟世界游戏里面 有多少个NPC人口嘛 那为什么要用H杠来表示这个数呢 你想啦 一个后人类文明要开发出一款 模拟祖先文明的游戏 那么他们会在这个祖先文明中 模拟出多少个NPC人口呢 那当然是参考自身文明历史上的人口数啊 对吧 这是在模拟我们人类自己的文明啊 模拟我们自己的祖先嘛 那肯定是参考我们自己的历史嘛 好这个公式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解释清楚了 其实啊逻辑很简单 我怕有些同学听懂 所以我说的有点啰嗦啊 各位可以再按个暂停感受一下 好暂停完以后呢 我们用小学数学知识 给这个公式换算一下 于是呢 这个H杠就被约掉了 那这个公式呢就变成这样了 FSEM等于FP乘以N杠除以FP乘以N杠加一 这个没问题吧 当然啊 之前说了 咱们做这个数学推算啊 得严谨 得把逻辑上的各种可能性都考虑进来啊 还有一个因素也得考虑啊 就是开发虚拟世界的意愿 也就是当人类文明发展到后人类文明了 它具有了模拟世界的能力 但是它就一定具有模拟世界的意愿吗 对吧 可能是由于伦理的原因啊 法律的原因啊 后人类文明禁止开发具有自我意识的NPC的虚拟世界游戏 对不对 也可能啊 是出于我们现在不能想象的原因而不愿意开发 对吧 我们现在这种低等的文明阶段的人类呢 觉得开发模拟世界的游戏好好玩啊 挺有意思的 但是呢 等人类发展到高等的后人类文明了 那时候人类的偏好啊 和我们现在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就对模拟世界这个事啊 一点都不感兴趣的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必须设定一个FI 用来表示所有后人类文明中 有意愿开发虚拟世界游戏的后人类文明的数量占比 那么刚刚说的这个N杠呢 也就是一个后人类文明会模拟出的虚拟世界的数量 这时候呢 就等于FI乘以NI杠 这个FI就是开发虚拟世界的意愿嘛 那这个NI杠就表示 这个有意愿开发虚拟世界的后人类文明 它平均会开发出多少款虚拟世界游戏呢 Bastrom认为 只要一个后人类文明能够且愿意开发虚拟世界 那么它就会开发出很多很多款的虚拟世界 NI杠是一个很大的书 对吧 那既然能做出地球online的游戏呢 那为什么只做一款呢 要知道啊 一个文明进入后人类文明了 它的算力还是在不断提升的呀 甚至会指数上升 可能一开始呢 全世界只有一家大型游戏公司 模拟出了一款人类世界游戏 那越来越往后发展呢 很多小公司也都能自行开发虚拟世界的游戏了 甚至啊 有了像类似于GPT这种 能够被个人电脑调用的超级工具以后啊 每个人用自己的个人电脑啊 都能做出虚拟世界的游戏了 当这个算力越来越大以后 做出一款具有自我意识的NPC的虚拟世界游戏啊 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电脑上 打开一个word文档一样轻松愉快 再加上前面讲到的这个层层嵌套的结构啊 就是一个后人类文明 会开发出许许多多的虚拟世界 然后呢 每一个下层的虚拟世界呢 也会再开发出许许多多的再下一层的虚拟世界 然后层层嵌奖套下去 子子孙孙无穷溃也 所以呢 这个NI-GUN 就是现存的虚拟文明的数量 将会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数 大到趋近于无穷大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宣布这个计算结果了 既然这个NI-GUN 特别特别大 大到接近了无穷大 那么这个分母里面加的这个1啊 也就不起作用了嘛 分子和分母几乎就相等了嘛 所以FSEM这个分式就几乎等于1了嘛 也就是99.99999 也就是说 我们几乎肯定就是活在虚拟世界里面的NPC 论证完毕 各位如果没有反应过来的话 可以自行按个暂停 感受一下其中的必然情 好 按完暂停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这个数学计算 来给出整个论证的结论 也许有人会批评说啊 就算你FSEM的这个论证啊 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哪怕这个NPC人口再多啊 但是必定是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后人类事件 第一个去模拟那些个虚拟世界啊 那为什么 我就不是活在第一个真实世界里面的真人呢 FSEM说 没问题 你当然可能是那个 活在第一个真实世界里面的真人 但是问题在于啊 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啊 对吧 你打这么普通且自信呢 无凭无据就觉得自己是那个天选之子 在这里呢 FSEM诉诸于 弱无差异原则 简单说呢 就是不要无凭无据 就觉得普通的自己就是那个欧皇 你与其他人啊 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在没有其他信息可供参考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NPC的主观知性度 就应当是统计出来的算术平均值 我们既然已经算出了 99.9999%的人都活在虚拟世界中 而只有0.00001%的人活在真实世界中 那么你对于自己是否是活在真实世界中的知性度 就应当是0.0001% 也就是你可以断定自己几乎肯定就是活在虚拟世界之中的 当然啊 Bastrom也没把话说得那么死啊 Bastrom的这个论证呢 并不是得出了啊 我们几乎肯定就是活在虚拟世界中 这唯一一个选项 而是有三个选项 这怎么说呢 我们回到那个算式啊 N1-的数量趋近于无穷大 所以呢 分母这个加1几乎就不起作用了嘛 所以呢 这个分式几乎就等于1 除非要么呢 是FP特别特别小 要么呢 是FI特别特别小 我这里说的特别特别小啊 是指趋近于无穷小的那种特别特别小啊 也就是0.0000001 好多个0的那种啊 并且呢这种趋近于无穷小的程度 要大于NI-趋近于无穷大的程度 那么他们这么一成 才能把NI-趋近于无穷大的趋势啊 给拽回来 拽回到这个分母加上个1 对于这个分式还是有影响的 还是能够明显的使得分母比分子大的 这样才能使得我们整个分式 FCM的计算结果不是那么接近于1 所以呢 Bastrom的论证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一个 三元C取式 也就是以下三个算式中必然有一个为真 你必须得选一个 要么呢就是FP几乎为0 要么呢就是FI几乎为0 要么就是FCM几乎为1 翻译成人话就是 以下三个命题必然有一个为真 命题一是 人类文明几乎必然会在发展到后人类文明之前就灭绝了 命题二是 几乎所有的后人类文明中的人类都不愿意开发虚拟世界 命题三是 我们几乎肯定就是生活在虚拟世界之中的 这三个命题必然有一个为真 这次就是说啊 除非人类文明根本就发展不出来虚拟世界的科技水平 或者发展出来了 却于某种原因根本不愿意开发虚拟世界 但只要人类未来有能力且有意愿开发虚拟世界 那么我们几乎就可以断定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就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 我们可以设想到了2046年或者2077年 我们的算计水平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提升 市面上真有家游戏公司做出了一款模拟真实世界的游戏 游戏的场景非常逼真 游戏里的每个NPC都被模拟出了自我意识和真人真假难分 那么到了那一天 人们为科技大发展而欢呼 广大用户争相下载体验游戏 科技媒体争相头条报道 但是立即还在欢呼的人们瞬间就会反应过来 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其实也是被模拟出来的 当然说回来 除非人类永远不会有那个能力开发虚拟世界 或者有能力却不愿意开发虚拟世界 Bastrom得出的结论是个三元吸取式 那么你认为这三个命题哪个为真呢 请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 当然也可以有第四个选项 就是你认为Bastrom的这个论证是错的 确实也有其他哲学家对Bastrom的论证给出了批评 本期节目点赞过一万 我们将会在近期更新其他哲学家对Bastrom论证的反驳 那先不管其他哲学家 Bastrom这个论证其实逻辑非常简洁 要么你认为Bastrom的论证是错的 要么你必须在那三个命题中选一个 请在视频下方评论区投出你的一票并发表你的看法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